嗨,大家好,我是Jones 那我们接着呢,继续完成其他的这个收纳柜的 木座的模型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参考的线段 我们这里不是有这几个可以参考吗 所以我们看一下,如果把 第一个01CAD2D结构平面图把它打开 我这个拉开一点好了 所以你看,如果把它打开 你会发现就看到结构体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线段只是结构柱跟结构两根结构墙 所以跟这个没有关系 那你要开的是第二个02CAD2D配置平面图 你把它打开,有没有 那我们需要这里的这个 木座的这个最大范围 那这样的话,如果线条太多 你可以先把结构平面图先把它关了 这样比较单纯,有没有 OK,好,先把它关了 好,当然你如果觉得这个线条实在太粗的话呢 我们复习一下,我们之前有讲过嘛 在哪边,然后先把这收起来 我们在这个 的样式这里 这个标签底下,你把它打开 打开这个地方 有选取编辑跟混合 就在编辑里面呢,去调什么 我们去调第一个,就是边线 因为它可以调 边线,然后还有表面跟天空背景 所以我们要选第一个边线 那你要嘛,就一起调它的这个尺寸 我们把轮廓跟深度提示呢 全部一致 它现在5的结果就是像这个样子 如果你觉得实在是太 太粗了,那个线条太粗 然后裹在一起,当然其实你放大 它会看的比较明显,不过 你可以把它圈起来打3 打3或打4也可以 看你的需求 所以我现在先暂时给它打3 好,那因为我现在做示范 所以我还是,那个线条不要太细 不然看不到 好,那我们这个收纳柜呢 我们先画这个好了,所以 这一段跟这一段的 距离,你看60 这边60,最大范围60 然后它的深度是40 这边40,不过呢,这个深度 40是含整体最大范围 所以它含门板 我们那个收纳柜的门板 没关系,我们等下做完之后再来 微调就可以了 好,那你要先看一下你的这个 这个矮柜是不是 已经群组了,同样群组为了避免 它被动到破坏 所以你右键 先给它锁定好了 锁定要把它保护起来,就像这样 好,那我们现在继续 那我们去按这个矩形 按这个矩形命令 OK,那你就锁 锁它的对角点,同样我们锁这里 可以一瞄它 左键,然后瞄到另外一边 这样,把它瞄到这里 按左键,然后它就整个都填满了 好,那你说,那我们要挤多高呢? 同样我们挤到天花板 天花板就可以了,所以 把这个标记呢,把它展开 那我们看一下,同样把画面缩到 那个远方,大概抓这个位置 同样我们看一下这个天花板 随着往下看 有没有看到,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叫做木座天花板 我们当初有做嘛 所以你把这个标记就是这个图层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你看天花板 在这里,对啊,你看关闭 打开,有没有 好,那我们把它 这个整个厚度呢挤到天花板就可以了 OK,所以你选这个面哦 选到这个面哦 按一下这个 推拉,然后点这里往上 我就直接把它挤到天花板 那天花板 它是全部的天花板都显示出来,所以我们要是客厅 所以要挤到这个面上 第一层天花板这里 在表面上,按左键 要挤到这个天花板,OK 好,这样应该是对的啦 我们再看有没有错误 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结构墙打开 我们看一下里面 有吧,这样就没问题了 因为我还没做那个场景 所以只能这样子看 好,结构墙把它关闭 你如果确定天花板高度没有问题的话 为了避免 因为天花板这样会遮住嘛 所以我们把天花板把它关闭 所以这个木座天花板把它关掉 那我们这个高度就OK了 好,这样就可以了 好,但是这个高度现场如果 无法施工的话,你要再继续调 我们看这个270,这很大 所以这个到时候拼接的时候要分段做 好,没关系,我们就做模型的练习 OK 当然你如果说你的高度 不需要吃到天花板了 当然你可能要往下降一个高度 比如说我们先练习不要吃到天花板 好,所以总高给它做240好了 给它做240,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高度是做 看一下,我们现在目前的高度它是270嘛 270,OK 好,那我们就退30好了 所以这里,选这个面呢 按这个推拉 往下给它30 OK,好,就像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高度最终就是 我们给它设计成240好了 OK,好,就像这样 好,那我们看天花板之间的关系 它就这个地方会有一个 结构墙把它打开 有没有 就是这里会有一个30公分 那我们这里 你看你要做长灯设计都可以 那我们先把它关掉 好,天花板把它关掉,继续 OK,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开始编辑 好,通常如果你觉得 你觉得 假设你要编辑这个侧面 然后我们这个 电视台柜遮住 对不对,通常你要做图层管理 我们现在这个图层上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就是只有到天花板砍灯这里 好,那我们继续 我们给它留水好了 所以按加 按加 好,比如说给它打 这个23 然后 这个一杠 好,就给它打这个 这个木座 这个电视墙 木座 好,通常就写这样就可以了 电视墙木座 你如果要写木座工程 木座工程也没关系 那因为 我们的这个图层名字不用太长 你看得懂就可以了 好,那就木座模型把它放在这里 那这个已经锁定了嘛 所以右键呢 解除锁定之后 才有办法放图层 突然你点这个 然后把它切换到 电视墙木座这里来 有没有,就像这样 我们看对不对啊 那你目前图层把它设为 位甲标签 我们看了 这个关闭应该是隐藏 这个再放一次好了 选到它 把它切换成电视墙木座 这样就对了 所以你看打开 关闭 这样就可以了 好,那如果没问题 再把它右键 给它锁定 有没有 把它保护起来 然后把它关闭 那我们现在编辑中呢 编辑中的模型呢 还是放在这个 位甲标签 就是零图层 暂时放了 好,那我们做完之后 再把它放进去 好,那我们开始做 非常简单 我们做一个踢交板 踢交板给它多少呢 看你的设计 我给它做 这个10公分 10公分 OK 好,所以按按这个 然后点这往上辅助线 这个蓝轴追踪给它打10 Enter 有没有,这样一个 好 然后OK完毕之后 可以画线 画线 点这一段 这样到这里来 有没有 那就分成这个面 跟这个面了嘛 那我们底下这10公分 是踢交板 踢交板 那我们画的模型 是一体成型的 所以呢,你不用去管 里面的筒声 这个细部构造 因为我们不是在做工业设计 我们是做室内空间的配置 OK 所以你这个系统 会如果把门板盖起来 就画外观就可以了 你把外观把它解出来 但是工程图你要做的 把里面内部都把它解出来 好,那我们再继续看 好,接下来我们把它分割 那我们这个10公分 踢交板 然后再来 看你要怎么设计 比如说我们这里在做一个 这个 我们在做一个这个 两片的门板 所以 它是往外开的 这个两片的这个 双大位的门板 是往外开 那我们希望它 跟它之间的距离 这边你可以设计 那我做96好了 96 你可以做这个 32 收纳空间的那个门板 然后64 再做96 因为依照它的那个 这个 系统柜它的裁切方式 这个地方都可以做 或者说你用木座 自己定义一个 你喜欢的高度也可以 但是你要考虑到里面那个 这个活动成板 它的它的转孔 之间的那个距离 所以这个部分 你到时候系统柜呢 你再去问一下厂商 然后你看不要结合木座一座 那我们就不要讨论太多 讨论做96就好了 96公分 OK 好 所以这时候按下卷尺 然后点这个往上 给它打96 好 就得到这个高度 OK 好 那这个按一下线 再把它分割 我们先把几个把它分割出来 有没有 那现在得到这个面跟这个面 跟这个面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 我们这个 门板之后往上要给它一个抽屉 那抽屉 这一段 看你怎么设计 所以 你可以做 这个 15 到20之间 挑一个 看你要抽屉要做小来做大的 OK 那我现在也要做大的好了 因为我们这里要做一些收纳的东西 所以我做20 那你如果说在 这个 卧室呢 主卧室次卧室 你可以给它做15 放一些小东西 都可以 都可以 看看你的设计 好 那我们现在继续按 卷尺再往上做20 OK 就像这样 所以我们抽屉做的比较大 好 那这个 门板的部分你可以 你 我们待会要切 这个门缝对不对 那你可以做 比如说你到时候可以做这个 呃 可能要不要做把手 圆形的把手 像这样 这一种设计 或者说你可以做这个 五金配件 这个把手 这个比较传统 或者说你做五把手的这个 按取手设计也可以 OK 那我们待会做五把手好了 我们做按取手设计 这个按取手 当然如果说你要做 把手的外观的话 那到时候这个地方你要做配件 所以我们这里呢先 直接做按取手 所以说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挖 挖钩槽 这里挖钩槽 然后你可以手伸进去把它拖出来 这样也可以 OK 那我们就全部都五把手设计 好 那我们继续看 所以 要么这地方给它画线 给它画一条把它分段出来 也就是说 我们这里就是抽屉 然后这是门板 OK 这样下去 好 上面呢 上面一样收纳柜 对不对 好那收纳柜 我们看这段距离是多少 这段是114 OK 那这里呢 我做顶板 这里给它做一个顶板 所以呢 画这个10公分的顶板 点它 然后点它往下 比如说给它打10 然后再画线 OK 那顶板这个地方是封起来的 这顶部的部分 好 那就是分成 这三 这几片 对不对 好那我们继续编辑 那我们看 OK 那这个门板呢 我们要往外涨 因为提交板它就是在那边固定的嘛 那这门板往外涨 好那那怎么做呢 首先画线 那如果画一条的话 当然画一条它没有办法做门缝嘛 所以我们要画辅助线 所以因此的话你可以按这个 好就点这里 然后续编组放给它抓到这里 像这样 有没有 这样给它分割 OK 那你看门缝要做多少 那实物上的门缝是比较小的啦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画3D嘛 所以变成说 那门缝太小 到时候你贴图渲染呢 会看不到它的这个缝隙 所以我给它加起来给它0.5好了 所以我这个地方 点它往这里偏移0.25 这里0.25 Enter 然后这个地方 给它做0.25 如果说你要做小一点 比如说你要做 这个 它的 它这个门板之间的门缝呢 比如说它是0.3好了 那就是0.15对0.15 你就自己做 那我们现在练习了 做稍微大一点没关系 OK 好就像这样 好因此呢 我就直接按这个矩形了 然后去描绘 这一段到这一段 像这样 我们看这样可不可以 这样 那这样是不是就分成这个面 跟这个面还有这个面了嘛 所以我们可以选 这两个面 然后把它挤出2公分 所以的话你就直接按这个 这个东西 推啦 所以来选这个面 然后点它 这往外推2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做六分木型板 所以给它2公分厚度 点它往外给它2 OK 好这门板就出来了 可是我们来看上面 上面是不是就变成这个样子吗 OK 好 那我们抽屉 因为我们要做按取手 所以呢 我们这里可能要 这样子设计就是 就到时候呢 我们这里抽屉要做成 这样 这门板是下来 好 然后这样进去 有没有 然后这里 然后这 我这放大一点好了 不然这样看不清楚 放大金 那我拿侧面好了 侧面比较好讲 比如说按测试图 这边是上试图嘛 然后这前试图 看一下那个正方向 应该是这里 对 这个测试图 然后给它使用这个平行投影 这样比较清楚 我们看一下 好先用线条跟大家解释 我们现在从侧面看的话 它这个 它这边是踢脚板 这里10公分的踢脚板 然后这边是96公分的这个 收纳柜的这个门板 然后上面我们这里有一个抽屉的 还没做 那我们到时候按取手怎么设计呢 我们就要这样设计 我们这里 它这个要凹进去 有没有 然后这个门板 所以这时候你手可以伸进去 然后把门板把它打开出来 这就是五把手的按取手设计 那我们上面也是一样 上面就是抽屉 那抽屉 看你要怎么做 你可以 你可以做 我们抽屉呢 是这样的 来 抽屉它不是这样吗 这是它的 也是做按取手设计 这是抽屉的这个门板 所以如果抽屉门板长这样 对不对 那这一块 来这一块 我把它放大跟他讲一下 所以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做成这样 有没有 就按取手设计啊 所以你手可以伸进去 然后把门板拖出来 OK 好 那因为我们这个 这里 这有一个抽 我画一下 这是抽屉的这个门板 然后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做 这个上层的这个收纳柜的门板 所以这里呢 你就可以把它变成这个样子 我把它放大 这个颠倒了 再画一次 这条线没有啊 我现在讲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 那你的那个按取手设计 就把它改成 这样 这样 然后进去 有没有 这个 好 底下就接 接这个抽屉的门 抽屉的这个门板 有没有图就变成这样 OK 我们就这样设计 也就是说 到时候这一段啊 这一段到这里的距离 比如说给它做两公分好了 那么按取手呢 这里跟这里呢 就是两公分 这边就两公分 然后里面我们就自己设计啊 所以到时候我们 我们就去做这个 模型的建立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继续啊 那剩下的门缝就是给它抓0.5 对抓0.5就可以了 好来回到3D 那我把它改成 透视图 这样比较简单 好 那这里呢 回到一般的模型 OK 好 那接着团队 那我们继续 因为它这个地方 门缝都是0.5嘛 所以我们上面可以接着继续做 所以 到这一段的咧 这一段 按下矩形 然后去锁这个地方 可是我问你哦 假设我如果这样把门板 把它刻出来 像这样对不对 那你的抽屉是不是 因为抽屉要做门缝嘛 所以你的抽屉是不是 因为它本来是20 这一段哦 这一段本来是20 那你要做门缝要往上 然后这边要往下 所以等于说你 你这里的距离呢 门板就不是20了 就会被压缩 那这一段呢 你可以自己去调整 那因为我们现在练习嘛 所以没关系啊 我们就照着画就对了 好 那那一样 那这个 这个门板 按这个 挤出 把它挤2 2公分 然后这一段也是点它 把门爱挤2 2公分 所以我们上下门板就做出来了 就做出来 然后这个 这个地方 我们等一下 我们要做顶板 顶板我们直接画 辅助线把它包掉就好了 所以按这个 所以按这个 那点它往上给它打 打0.5好了 0.5 OK 好了画线 锁这里 把锁到另外一侧 像这样 然后接着你就选这个面了 点这里 一样挤出来 挤到下面这里来 跟它一样高 有没有 这样 所以它这个顶板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 这个 门板打开这个 勾缝吗 这样就合逻辑了 OK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 那这些辅助线呢 如果太复杂 你可以先把它关闭 所以按编辑 删除辅助线 关掉 然后那看抽屉 那抽屉 一样 我们给它按 我们抽屉是整整片的 所以这里 你就怎么做 就是 给它按这个 线 先用辅助线好了 好一样 我们点它往上给它0.5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 先给它2好了 2 OK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要做按取手 所以你要2公分 手才能伸进去 那我就按一下 这个 线 点这里 到这里 OK 好 那我们这里也要做按取手设计 这边要做按取手设计 好 但是 你如果给它做2公分 我们看一下这里剩多少 这边剩18 那18 那你如果今天如果再给它按这个 卷尺 比如说 比如说 我点它往下2 因为我要做按取手 2 那如果这样做的话 你的门板 你的门板的范围 是不是剩下多少 看一下 是不是剩下16 对啊 就比较短 OK 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要把这往上推 好 所以 我们希望给它有18的空间 你按下这个 然后我们再点点这里 再往上推 给它打2 OK 然后这样 点它往上打2 有没有 图就变成这样了 好 然后这个 再一次 按这里 然后点它往下给它打2 到这里 好 我们看一下那个整个门板 就是抽屉的门板的厚度 就变18 这样就可以了 OK 我们做18 因为这里还有按取手 好 那这一段是不是有错误 所以 你可以 你如果直接删 你点它按底的键删掉 OK的 然后点这里把它删掉 这样可以了 但是这个线就不能删了 不然破掉 好 来那我们再画辅助线 接下来就点这里 到这里 有没有 那得到这个面了 好那这个面的厚度 我们按一下 这个推拉 把它挤出来 挤多少 就挤2 或者说你挤到这个面上也可以 有没有 就像这样 OK 好那做完 把辅助线 就编辑 然后辅助线把它删掉 像这样 OK 那我们侧面要开始把门板画出来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 一体成型做的 所以按线 好 先从底下开始 比如说我们这地方 踢脚板开始点它 然后到上面这里来 有没有 这样是不是就一个板子 就一个门板 好 那换这里 那我们这做法是属于盖柱 我们这做法是属于盖柱 我们这做法是属于盖柱 盖柱的意思是说 它 它这整个门 门板呢 会把所有的 四周的那个边框 把它遮起来 我们做盖柱的这个 风板设计 就这样做 OK 好 所以这里 跟这里就把它做修正 然后这个抽屉的门板一样 按线 这一段 到这里 OK 好 另外一侧 有没有 这样抽屉的板子是不是就做出来了 OK 好 那换上半部的这个 收纳 所以按这里 那我们点这个 抽屉如果你要做两个 你就自己设计 我做一个就好了 点点这样 其实你这个 这个收纳部也可以做开放式的 然后活动成板也可以 我现在只是把门板封起来而已 好 那点这里 再把它往下给它画这里 有没有 那我们这样的那个收纳柜才是正常的 OK 因为这里 按取手的 这个范围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门缝 那底下这个还有门缝 这样是对的 OK 好 那我们做按取手好了 那按取手的设计就是从 从这边开始 我们从底下开始 那这边你的设计很简单 就看 看你要怎么抓它的角度 那我抓一公分一半就好了 所以呢按这个卷尺 然后点这个边出来 打1 有没有抓到一半 OK 如果说你要再抓大一点没关系 比如说你要这个1.2也可以 那我那我做一公分就好了 好那我们它的深度呢 我们点它往下 深度给它做 看一下这个给它做1.5 好 1.5公分 有没有就像这样 好 好 所以我们我们这一条辅助线呢 跟这个实线呢 会有一个点 这个焦点 OK 然后底下这条水平的辅助线呢 跟这条实线呢 这里会有个点 看到吗 那我们点跟点之间就画线了 画线 就像这样 也就是说我们待会从这里画一条线 OK 好 那你画完之后 同你这个面啊 像我现在框起来打线这个面呢 同你就是干嘛 就是把它把它挤掉了 因为我们要做按取手的凹槽 所以同你就按线 然后点这里 画这里 OK 好就像这样 好 那我们点 当然如果你觉得 你如果觉得这个1公分太厚了 你觉得这个地方太厚 你可以自己来改 比如举例 比如说假设 我把这删掉 那我再做一次好了 好 假设我按这个卷尺 就是 点过来 比如说给它1.5 1.5太多了 给它这个1.2好了 1.2好 像这样 那这就不要 好 那这个 一样给它做1.2好了 OK 然后按线 然后切到这里 OK 那我全部都做1.2好了 然后这个就可以删了 然后点这个面 按推 从这里把它挤过去 有没有 就像这样 这凹槽 就是按取手 那你就直接一路把它挖到对面了 可是它这个有两片了 所以你要挖到表面上 像这样 在表面上哦 按左键就挖掉 然后另外一侧 做法都一样了 OK 好 那 那我们刚删掉 所以上面要再做一次 对 来回到上一步 回到上一步 其实你如果都是这样的设计 就是假设你都是这样设计的话 你干脆 把一面 会用到按取手 就把它 把它做完 然后再用另外一面呢 再继续编辑 所以我这里做完的 先等一下做 这个等一下做 好我们来看上面 然后抽屉是从这边按取手 所以一样按一下 卷尺 然后点到往下1.2 有没有1.2 有没有1.2 好画线 存在给他一条 有没有 那这个面就搞定了 好 然后这里按取手 因为我们上面的这个 这个门板呢 是从下面开会比较方便 所以那我就从这边做按取手 也就是说 按辅助线 点它往上1.2 OK 好那按这个线 到这里 所以就得到这个面 OK 好那 那 侧面都没问题 那我们就直接挤 比如按它 我从下面开始好了 从这边开始 来选这个面啊 按 推拉 然后把它挤过去 好比如说把它挤到 因为它只能挤到这里 所以我点这里 在表面上 左键 我们弄一下 OK 好 那 那你这个抽屉是整个挤掉 因为它抽屉是一大片的那个门板 所以我点这里 选它 往这里推 好直接把它挤到底 到另外一侧 在表面上 像这样 左键把它挖掉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 抽屉按取手是不是出来了 好了 换上面这里 点它 按挤出 好 就挤过去 然后它它只能挤到这里 左键 要把它挖掉 好 那另外一边呢 我们换另外一侧看看 这也是一样的 它就按 辅助线 比如说 从这里出来 我要拉这个轴上 1.2 然后这往上1.2 OK 好 就像这样 然后就画线 那这段有做就不用了 那我们看底下这里 这里是不是按下卷尺 点它往下1.2 好按线 OK 好OK 那我们点这个 按下挤出推拉 把它挤到另外一侧 这个 在表面上的左键挖掉 那这些杂线看你要不要删 你可以留着 没关系 好 然后我们再看 抽屉OK了 然后换这里 点它推过去 一路把它推到这里 表面上按左键挖掉 这样就可以了 OK 好 然后再把这个 整个删掉 那你要处理这个杂线也可以啊 就比如说点点这里 按底的键删掉 这样把它删掉 那上面不能删 上面破掉 这样把这个删掉 这是因为 我们在做分割的时候 它留下来的线段 好 那底下这里也是一样 这里 点这个线 底下键把它删掉 那我们看 那这里搞定了 这样就没问题 我们看 还有没有什么杂像 这样就OK OK 就比较简单的 那个按取手的这个收纳柜设计 然后提脚板它整个是凹进去的 OK 好 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们看 我们当初这个工程图呢 你看 我们当工程图在画 画这一段的时候 画二D 它是包含门板的 比如说 这工程图是包含门板 可是因为我们 我们是先把这个面积出来 然后再往外做门板 所以这个门板 跟这个整个工程图比起来 它还多了两公分的厚度 所以那怎么办呢 突然他们要修正 所以你可以从后面做 比如说这里 你把凹进去 因为这看不见嘛 所以就点这里 按一下推拉 好 这往往这里推 推的话打两公分 像这样 两公分 然后把整个群组了 所以这个 对着它左键 点三下 这样就把它全部悬起来 或者说你 直接这样框也可以 把它框起来 左到右包含才算把它框起来 然后框起来之后 你就按右键呢 干嘛 群组 群组 OK 它就打包 好那打包之后 突然你要把它搬到后面去才对 所以你把这个 点到它之后按移动命令 然后去点 点这里 推到后面来 左键 这样才对啊 因为因为我们这样是不是含 含门板的厚度呢 就是刚好是工程图的最大范围 这样才对啊 这样才对 因为我们要含门板厚度 OK 好当你做完的话你就点它 然后把它放在哪个图层呢 把它放在这个图层 电视墙木座 就像这样 我们看它打开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 这个矮柜跟电视墙木座 OK 然后把它 等一下再锁定好了 来图层这一段你先试按看 那如果你要做有把手的 然后另外再画 图层我们现在做是按取手设计 就是 它的设计都长这样子 手 就是说你 你这个手声音去把它开出来 像这样 然后底下也是按取手 这里 然后还有抽屉 跟收纳柜 这三个地方 按取手 好 大家试一下 好